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城中的熱話 首先昨天很多討論區的鐵文都一片哀號 為何話說有一個虛擬貨幣平台被指證監介入 甚至已轉介警方跟進中 另一就詳細解釋一下這個虛擬貨幣平台 為何會這麼龐大的呢 另一箱就長解了一些網紅 原來有不少網紅都幫他們賣廣告 最近最傷害的情況就說到有傳就是 那些苦主想把錢禁出來 禁不到 又或者是禁一千元美金 你要給九百九十九元美金做手續費 嘩厲害 事件的進展如何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箱剛剛就說夜繽紛夜經濟 但田北辰議員就說 那個條件又多 很容易撻 港鐵所謂的優惠 看來就很不吸引 那個回應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JPEX遭到證監警告 長解KOL 即網紅招覽信徒運作的細節 苦主估計早有可疑 報導的內文提到 證監警會在星期三 9月13日警告 加密貨幣交易平台JPEX特別點名 宣傳造勢的網絡紅人和場外兌換店 星期四有部分協助宣傳造勢的場外兌換店 都要暫停營業 或者無法兌換JPEX平台的虛擬貨幣 而JPEX就突然將俗稱出金 即是拿錢的提取現金的手續費 加到99.9% 另外正在新加坡舉行這個幣圈年度盛市 本來JPEX是贊助商 不過他們的攤位突然間人去流空 話說有投資10萬元的虎主報警 他接受HK01訪問時直言 一早知道JPEX有可疑 就說了 心態系出市的不會是自己 收皮之前可以及時走到 就在倒閉之前離場 那麼虎主關注組已經有400多人 有人聲稱投資了幾百萬元 那麼JPEX被點名的前一天 依然為他宣傳的林作 就發聲明割蓆 他的林作炒幣兌換店大門是禁閉的 並無營業 另外證監會表示轉介給警方 警方指商業罪案調查方正在跟進 以及調查案件是否涉及刑事成份 話說這個JPEX遭到證監會點名警告過後 當晚已經即時提高 俗稱出金提取現金手續費 去到999元美金 但其實在JPEX 要辯稱這是過度措施 正在透過其他第三方平台資金 整合地說 多間曾經宣傳JPEX的場外兌換店 今天暫停營業 包括位於中環的林作炒幣 在沙田第一城高調被鎖車的加密炮 還有旺角和尖沙咀分店都沒有營業 尖沙咀那間CYOTC陳大儀加密貨幣找換店 亦都沒有開門 負責人陳儀亦都是Youtuber 多或少大家有機會看過他的片 這位Youtuber陳儀在通訊群組仍然宣稱 在等待JPEX和證監會搞定 談定數 看來暫時軒連都甚廣 一來有林作二來有陳儀 陳儀是當中比較出名的Youtuber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問他怎樣算好 亦都不知道因為陳儀而買了加密貨幣 投資了的錢的總額有多少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件事就越揭越大越鬧越大 亦都估計有不少人都中招如果有投資加密貨幣的話 最新情況就是證監會就說差不多報警了 就說事件已經轉交給警方更盡 未知會不會有人被捕 若然真是9人的話 剛才所說協助宣傳的網紅又會不會被捕 暫時都未知之數 另外亦都說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香港夜奔分的 港鐵優惠折頭低沒有吸引力 田北辰就說條件多二撻Q 報導的內容提到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就是昨晚出席香港夜奔分的啟動禮 公布一系列鼓勵市民夜間消費活動 曾經建議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在晚上10點過後 票價減半日田北辰 對這個方案當中 借得港鐵配合 政府推出這個晚間 搭五程送一程的優惠感到失望 認為折頭低總類小 就說直言不覺得有效的 一點都不欣賞 市民還要數著自己搭了多少次才有折 真的沒有人 越多條件限制的話 越熱撻Q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問問各位網友可能最清楚 若然現在港鐵就說 晚上在10點半過後出閘 若然你搭夠五次這樣的車程 就送你一程車 吸不吸引呢 會不會令到你願意出多些夜街呢 還是說浪費了 若然不派消費勸的話 基本上香港的夜經濟根本能夠 那麼田北辰就說 喂 這樣的折頭 即是完全沒有吸引力 還會很熱撻Q 才爺昨晚就啟動這個夜繽紛 究竟最終會不會雷聲大雨點小 香港的夜經濟繼續一談死水 還要看看未來一個星期的發展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平治的逆線片段封存 這件事是頂頭司機撤線退讓的 反而惹來爭議 網友就說 直到他爛爛為止 報導驚人問提到 浴線行車都不自知 說Facebook專頁 日前分享短片 指有時候幾年 都會以為對方邀證 大家也需要小心地說 影片所見,車cam的片主在停車場入口沿著箭咀方向行駛 突然在某個彎位,有一輛平自私家車竟然迎面洗智 他形容對方不停揮手叫我走開,還被質問你會不會看線 最後片主沒有跟對方爭論,無奈之下選擇退讓 而到右方行車線,片段至此結束 不少網友表示看到錯,認為片主沒有錯,根本無需退讓 就說,為何要聽他說呢,撥到他爭論為止 亦都有人說,有沒有聽過敵不動我不動 有網友覺得不及時糾正對方,如果下次對方仍然用同樣的方法駕車的話 擔心會出現意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首先逆線的人是對面的人,比你更兇 反過來就叫你,你懂不懂看線 明明是對方逆線 但片主不跟他吵之外 自己散開車就讓對方走 結果有些網友笑言 就變成是事主自己也逆線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熱話,根據HK01的報導 鑽石山餐廳的師傅因為割抑時皮,暫停這個晚市 客人吃自己吧,網民爆笑,揣測 報導的難民提到,冬主有起當然要休息一天 但有時冬主可能有其他特別的事要做都要稍作休息 日前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之上分享一張餐廳的告示 當中寫到因為師傅要去割X皮,所以要暫停晚市 天文一出即時引來網友的爆笑和揣測 就說,到底師傅要去割X皮呢? 亦都有人說,怎樣也好,祝你手術順利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鑽石山餐廳說無奇不有 這位師傅和餐廳都相當之幽默 就說明師傅要去割X皮 不過就沒有寫清楚是X皮 結果網友都笑的 就說希望他最好身體健康 我是曠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